斑猎狗被称为非洲一霸 靠着韬钢的技术在非洲大草原横行霸道 但是在非洲会韬钢的可不止斑斑猎狗 还有一种动物也会韬钢 而且还能套了斑猎狗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这位能狠起来连斑猎狗都能套了的狠角色 就是非洲野狗 非洲虽然很大 食肉动物也多 但是非洲的顶尖掠食者大多是猫科动物 除了一个斑猎狗和犬科也没多大关系 然而就是在这猫科动物称霸的草原上 一只犬科大军杀出了虫围 它们就是非洲野狗 被称为非洲三哥 非洲野犬的体型很小 体重仅有30千克左右 体长最多不过1.5米 这样的体型也不过是中型犬的大小 如此体格 别说打狮子和猎狗了 就连打猎豹都飞进 那么非洲野狗是如何在草原生存下来的呢 那就是团结 非洲野狗是群居动物 一个群体大约有15只左右 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上百只 野狗群会挑选出一对首领夫妇 其他野狗听命于这对首领夫妇 充当工具狗的角色 负责捕猎 喂养孩子等工作 而且无论是否参与捕猎 成员都能获得食物 如果首领不幸去世 那么野狗群就会再选出一个 如果首领留下了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由群体喂养 曾经就有雌性首领去世 留下的孩子被八只野狗养育大的行为 可以说 非洲野狗是将团结发挥到了极致的动物 斑猎狗被称为非洲一霸 靠着韬钢的技术 在非洲大草原横行霸道 但是在非洲会韬钢的 可不止斑斑猎狗 还有一种动物也会韬钢 而且还能套了斑猎狗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如此团结的野狗群 在草原上可以过得很好 有时候就连狮子都要避其锋芒 但是这并不代表 就没有动物敢招惹野狗 例如沸沸 就从来不把非洲野狗繁在眼里 沸沸作为领长类动物中 最好斗的群体 也不是单纯吃素的动物 有时候也会抓捕 其他动物的幼崽来吃 一只沸沸体重在50千克左右 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它们连狮子都敢惹 无它 只是因为沸沸会爬树 而且沸沸可以趁其不备 直接将幼崽捞起来就跑 所以草原山遭到沸沸黑手的动物 还真不少 非洲野犬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非洲野犬是群居动物 它们的分工明确 每次大部队出去捕食的时候 会留下一两只照看幼崽的野犬 这个时候沸沸就过来捣乱了 它们其中一部分分散保镖的注意力 另外一部分偷野狗幼崽 抢到小野狗之后 迅速上树 留下保镖在树下干着急 非洲野狗作为群居动物 有着很丰富的感情 对于幼崽的失去 它们会很上心 也会报仇 曾经有动物学家 持续跟踪了一个野狗群 也见过野狗们和沸沸的恩怨 之后 它们就见到了这些野狗 一年内杀死了50多只沸沸 班猎狗被称为非洲一霸 涛钢的技术 在非洲大草原横行霸道 但是在非洲会涛钢的 可不止斑斑猎狗 还有一种动物也会涛钢 而且还能套了斑猎狗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从种种迹象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非洲野狗 其实是一种集体观念很强的动物 这一点是 它们和狮子猎狗最大的不同 在狮群中 雌性狮子们不在乎首领是谁 而且在进食的时候也是 熊狮会抢夺雌狮的 雌狮又会去抢小狮子的 谁抢谁吃的就更多 而猎狗群 则是由一只雌性猎狗统领 猎狗团队中的一切 都有雌性首领来分配 但是非洲野狗却不是这样的 它们奉行的是 人人有份的原则 只要是族群的一个成员 就可以分到食物 即便它没有出去参加捕食 而且对于一些受伤的成员 野狗也会通过反出 来给受伤成员位 而且群落之间相处的也很和谐 少有出现打群架的时候 唯一的矛盾 就是在雌性发情期 会摩擦出一点火花 靠着团结一心 非洲野狗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也足以在草原上立足 成为非洲一霸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非洲野犬其实也会掏钢 甚至可以把猎狗也掏了 不过如今非洲野狗的数量 在慢慢减少 这一切都是因为栖息地的缩小 希望我们可以保护好 这团结的生物 让我们来看看